嘿大家好我是Sam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前陣子忙都沒空整理Steam上面的特價遊戲 那段時間又有一堆有的沒的結 譬如FPS結之類的 也好多很不錯的遊戲都有特價 但都沒空做 現在終於可以恢復上片頻率啦 好這次Steam首次推的無限重玩節 就可以來整理一下囉 這次有非常多的遊戲迎來新史滴 當中還包含一堆非ROGELINE類型的遊戲 甚至特價力度還超高 感覺只要Steam隨便丟個什麼結 管你是什麼遊戲 想特價就特價欸 介紹的部分我要先聲明 遊戲介紹只會簡短帶過 會盡量讓你知道這在玩什麼 建議可以去查一下遊戲的詳細內容及玩法喔 那到底這次有哪些值得趁特價入手的遊戲呢 那就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吧 Poly Bridge 123組合包 一代有著15000篇評論的89%極度好評 後面兩代也有超過91%的極度好評 組合包原價782 特價27則 新史滴213 這遊戲有在看一些知名實況主的實況的話 應該會知道 這遊戲透過那些實況主們帶給觀眾無數的歡笑 這是一款非常有趣的建築模擬遊戲 玩家可以在遊戲中設計各種各樣的橋樑 來應對不同的挑戰 這個遊戲融合了物理學和工程學的概念 讓玩家在解決問題的同時體驗橋樑建造的樂趣 玩家需要考量建材的強度 結構的穩定性及有限的預算等因素 設計出能夠支撐車輛通行的橋樑 它既有挑戰性又充滿創意 非常適合喜歡解謎和建造的玩家 如果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喜歡這款遊戲 不妨也可以先不要買組合包 先單購一代試試 一代現在特價一折18 但還是比較推薦直接購買組合包 畢竟單買三代在這次特價來說 特價四折的情況下只要196 而組合包卻只要213 真的很便宜 這是一款非常有趣的多人平台遊戲 遊戲那種非常簡單 就是讓玩家在一個2D平台上建造關卡 並在試圖通過這些關卡時互相競爭 玩家可以選擇各種各樣的障礙物和陷阱 讓關卡變得更具挑戰性 這款遊戲的獨特之處在於 玩家不僅要通過自己建造的關卡 還要確保關卡的難度夠高 但又不至於難到無法通過 有著49000篇評論的96%壓倒性好評 原價688特價5折的歷史低價344 非常好玩的3D平台遊戲 有著非常可愛又逗趣的角色設計 也有多樣化的關卡設計和獨特的角色設定 帽子妹可以通過收集不同帽子來獲得特殊能力 遊戲中充滿了幽默風趣的對話和可愛的卡通風格 以及動聽的音樂配樂 途中穿上一些有趣的劇情 關卡中還包含了潛行和跑酷元素 玩家操控帽子妹 探索各種不同的世界 解決謎題、收集物品 以阻止邪惡的大叔妖精摧毀宇宙 玩家在探索遊戲世界的同時 還可以享受輕鬆愉快的遊戲體驗 垂死之光一 終極版 有著41萬篇評論的94%壓倒性好評 原價749特價兩則 新史第一E49 大概在2010年殭屍類型遊戲正在崛起 而這款在2015年突破當時殭屍類型遊戲 以創新的玩法 結合生存恐怖、動作冒險和解謎元素 並融入了開放世界、跑酷、尋找物資等 才提供了多人合作模式 玩家可以與其他玩家合作 讓這遊戲在當年一販售就獲得玩家好評 直到現在這遊戲在同類型遊戲中 依舊很難有遊戲超越它 我個人主觀感受下 二代也沒能超越它 神奇的是它居然在無限重玩節時特價 而且還來了個新史低 不買終極版的話本體現在才45元 那還是極度推薦直接買終極版 One Finger Decks Punch 2 給著4200篇評論的93%壓倒性好評 原價152特價25者 歷史低價38 這是一款超級容易中毒的遊戲 遊戲玩法非常簡單 玩家共置的角色位於畫面的中心 之後會出現來襲的敵人 就如遊戲名稱一樣 只需要手指頭就可以遊玩 玩家只需要用鍵盤兩個按鈕來去攻擊這些敵人 遊戲的設計非常出色 將動作遊戲核心體驗簡化到了極致 同時保留了遊戲性的深度和挑戰性 還具有獨特的視覺風格和音樂效果 又能看著火柴人精彩的打鬥畫面 讓玩家更能在遊戲中得到極致的快感和滿足 也是非常好殺時間的遊戲 瓦爾海姆 有著45萬篇評論的92%極度好評 原價318特價5折 歷史低價159 這段時間真的出了超多這類型開放世界殺河生存遊戲 前陣子就有幻獸帕魯跟物索王國 但如果你喜歡這類型遊戲 又玩過這兩款 卻沒玩過瓦爾海姆就真的很可惜了 這款遊戲於2021年2月在Steam上推出 就迅速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和極度好評的評價 打稿的當下順便查一下這三個遊戲分別有多少人正在玩 分別是幻獸帕魯的14593人 目數王國的6282 以及讓我有點嚇一跳的瓦爾海姆 49623人 居然這麼多人 可見這遊戲在開放世界殺河遊戲中 算是多有人氣的遊戲了 遊戲背景設定在北歐神話世界中 玩家扮演的是一個死者的靈魂 被派遣到一個神秘的世界中去證明自己的價值 在這遊戲中 玩家需要探索廣大的地圖 探索也包含海上探險 並且要蒐集資源、建造基地、製作武器和裝備 並與各種敵人及BOSS戰鬥 當中就包括北歐神話中借鑑的怪物和生物 回想當初第一次玩這遊戲時的海上探險 那時候難得有一種莫名的緊張感和興奮感 看起來是時候找朋友回去玩一下了 玩家在遊戲中扮演的是一名孤獨的小女孩 在末日的世界中 小女孩依舊相信世上還有其他人 所以開始駕駛一輛巨大的蒸汽車 穿越無盡的大荒原 探索世界的奧秘 解開這個世界的故事 遊戲的機制注重在玩家的探索和解謎 玩家需要不斷地升級和維護自己的交通工具 以應付各種環境和障礙 在旅途中玩家會遇到各種挑戰 包括自然災害、廢墟、陷阱等 需要通過巧妙的操作和解謎來克服 遊戲的音樂和視覺效果 也是其中一個吸引玩家的地方 遊戲中的背景音樂和氛圍的音效 營造出一種獨特的遊戲氣氛 使玩家完全澄清這個絕望又美麗的世界中 GRACE 有著7萬篇評論的九速咖壓倒性好評 原家268 特價8折 星矢D53 這是一款以美麗的藝術風格 和音樂文明的冒險遊戲 玩家控制一位名為GRACE的少女 在抽象且象徵意義豐富的世界中冒險 通過解謎和探索來解開內心的情感和創傷 遊戲以手繪風格呈現 每個場景都是一部藝術品 搭配精美的音樂 營造出極具氛圍的感覺 玩家將通過跳躍、解謎和探索推進故事 隨著GRACE的成長 和旅程逐漸解開世界的謎團 同時體驗到情感上的共鳴 被廣泛譽為一款藝術性極高的遊戲 然後遊戲藝術和音樂的元素 帶給玩家獨特且難忘的冒險體驗 品進地牢 有著7萬9千篇評論的 94%壓倒性好評 原家268 特價3折 歷史低價80 這款遊戲混合了傳統地下城冒險元素 有快幾週的彈幕設計 結合了獨特的武器、角色和關卡設計 玩家可以從多個角色選擇一個進入地牢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特殊能力和遊戲風格 玩家需要通過不斷探索 戰鬥和射擊來深入地牢的深處 擊敗各種怪物和頭目 遊戲中的武器種類也非常多 包括傳統的槍械、近戰武器 以及一些奇特的有趣的武器 例如火箭發射器、雷射槍 甚至是可以控制的飛行子彈等 除了單人模式外 還自願合作模式 玩家可以與朋友互相合作 來挑戰地牢的各種難關 有著24000篇評論的94%壓倒性好評 原家268 特價2折 歷史低價53 這也是一款非常獨特 且受到不少玩家喜愛的音樂節奏遊戲 雖然我說是音樂節奏遊戲 但也不完全正確 這款遊戲的特點在於將音樂節奏 和地下城探索結合在一起 玩家需要在節奏的節拍下探索地牢 擊敗敵人、收集戰利品 這遊戲的音樂是遊戲的核心之一 玩家需要根據音樂的節奏來移動角色 進行攻擊和閃避敵人的攻擊 同時要應對各種不同種類的敵人和陷阱 遊戲中有好幾個角色和地下城區 可以解鎖和探索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特殊能力 這遊戲也有著包括挑戰模式 無限模式和多人模式等 正是有著非常特別的遊戲機制 出色的音樂和具有挑戰性的遊戲內容 當這遊戲雖說是2015年推出的老遊戲 直到現在還有很多玩家在玩這款遊戲 或新玩家來嘗試看看這遊戲 最後來介紹一款 由法國遊戲團隊 Little Feel Studio 推出了極度好評的科幻解謎遊戲 異星裝置博物館 有著12000篇評論的87%極度好評 不管你玩不玩 但他現在是免費領取 主要領取實現是5月28 反正玩不玩都沒差 他是免費的啊 領起來就對了 這遊戲有著很不錯的畫面 謎題難度適中 非常適合拿來打發時間 重點是他還有繁體中文 好啦 時間的關係 這次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這次的無限重玩節中 新死地的遊戲還真不少 當中又有很多不錯的遊戲 又特價到不用百元 而且還有的比季節性特賣賣的還便宜 這次推薦的幾款我真心覺得很不錯 推薦給還沒玩過 然後最近又沒什麼遊戲玩的人 可以入手試試 那這集就這樣啦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也請記得幫忙按下訂閱的當作對頻道的支持啦 可以的話也順手按個讚囉 那就這樣啦 掰掰